北京时间11月1日,CBA常规赛,辽宁客场应战浙江,最后辽宁以102-119输给了浙江,吴钱在本场竞赛得到15分4助攻,郭艾伦得到22分4助攻,竞赛在第三节还剩9分14秒时,技术台呈现问题。 辽宁对哈德森犯规三次,被继承了四次,昨天,北京与广萨的竞赛,技术台同样记错了犯规数,由于这个低级的问题,竞赛一度暂停,球迷都晓得,CBA的裁判以往判法紊乱,经过姚明的管理曾经改善很多,但是今年,技术台却出来搞事情,姚明该出组合拳了。 哈德森和郭世强梳起两根手指和裁判争论,我裁两次犯规,怎样就四次犯规了?现场的显现凭显现,哈德森曾经四次犯规,国内某知名体育网站记录哈德森是三次犯规,裁判回到技术台,查看录像,郭世强又竖起来三根手指头,似乎在和裁判说,哈德森是三次犯规,你们记错了。 由于现场技术台这个低级的失误,竞赛一度暂停,哈德森一脸淡然地看着显现屏,经过录像挥放和一番讨论,最终,技术台将哈德森的犯规次数改到了三次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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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